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臭小子 你总算醒了 你…… 看啥呢 臭小孩儿 你…… 看啥呢 臭小孩儿 没有同学 是梦啊 我就说杏春剧怎么可能说话了 这不是梦 这是在你的意识空间 你这个臭小子被人打傻了吧 啊 所以你能说话是真的 这不是重点 所以你为什么能说话 还有 我不是已经被那个黑花的我杀死了吗 而且我为什么在意识空间里 哎呀 你这个臭小孩儿 怎么问这么多问题啊 你不说我就继续躺食了 哎 别别别别 我都告诉你 哎呀 你这臭小孩儿还真是没变过呀 给我简单明了地说 你差一点就被那个帽牌货杀死了 是我救了你啊 感谢本大爷吧 嗯 所以你是有意识的剑 星辰剑只是作为灵魂武器 怎么可能有意识 只不过嘛 只不过什么 哎呀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现在如果不突破自己 你就真的要死在死水里面了 可是我好像打不过他 你可以借助我的力量呀 只不过我现在被死水的灵气暂时封印 需要你的一滴血解开封印 哎 这个怎么听都是个陷阱啊 喂喂喂喂 你这个臭小孩不要不识圈啊 本大爷的力量可不是轻易外界的 要不是看你这么可怜 我都不理你 可是我借助你的力量 不就印证了那人的话 不就成为一个懦夫了吗 呃 他也是借助你和死水的灵气才幻化了 你内心是曾经渴求他的力量的 他好像也这么说过 而且还有他说的那个他 我现在怎么样才能出去 我真是越想他的话越生气 哎 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 是吗 我总觉得你还有其他的办法 不知道 这个臭小孩还挺聪明的嘛 那我就在这里等死吧 反正我倒是无所谓的 哎 不行 要是你死了我还怎么疯 啥 我可是你的灵魂武器啊 你死了我就要死了 是吗 你不会对我还有其他的图谋吧 你居然怀疑自己的灵魂武器 可是你以前是不说话的 总觉得你不是以前的星辰剑 那是因为你以前的力量不够啊 我怎么觉得没差 而且 我好像一直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 嗯 啥问题啊 你 星辰剑 是从哪里来的 而且感觉你来头很大 那些妖兽都想得到你 哎呀 大概是我太厉害 你是使用者 不是应该最清楚吗 以前清楚 现在就不一定 想知道吗 你会好心告诉我吗 那不妨按照我所说的做 用你的血解开我的封印 只需要一滴血 你就可以出去了 顺势还能打败那个邪恶的化身 怎么样 这可是最好的办法了吗 嗯 听你这话 似乎还有不是这么好的办法吧 哎 果然是有的吧 没 没有 这臭小孩要是再笨一点 啊 既然你不说 那我们就这么耗着吧 开什么玩笑啊 意识空间是撑不了多久的 这样下去你跟我都会玩玩 那你最好给我出个好办法吧 不然我们一起玩玩 你这臭小孩 你以为是我给你的谈条件 你反客为主是怎么回事啊 与其说这么多 还不如把办法说出来更好点 我想你也不想跟我耗下去吧 赶紧说吧 早说早完事 这个臭小孩到底是继承哪一组的血脉 还不能让他死啊 等以后出去了 咱慢慢地引导他吧 即使他现在的血脉没有完全觉醒 他的力量也很强 只是还没有找过方法而已 哎呀 真是的 一个个都这么麻烦 我是你们的婆子妈妈 我说我现在就想出去 狠狠地把那个狂妄的家伙揍一顿 一副自说自话的样子 真让人不爽 还有他那些话 我什么时候祈求过那份力量 他又是谁 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元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最不容之 就连斗雀公的孤雾巅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彩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仙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圣面高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虹武功在世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殷姬的女子纠结了 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啊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病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北周二 周四周六 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救测 繁星 植你 没求 他们 混击 阳